上一次我們開始提了中波橫波 還有它有五個大家要留意的符號 我們今天就逐個來講一講 我們先講第一個 第一個 鎮覆 鎮覆我們的符號是大階A 即是什麼意思呢 那波 你鎮的時候 我們中間那個 就叫做平衡位置 由平衡位置去到最高那點 或者去到最低那點 這個距離 我們就是震覆 英文字母大階A去代表 由於是長度單位 那我們的單位呢 是用米的 好了 而周期呢 周期我們用英文字母大階T去代表 即是這個粒子在那裡震 在那裡震 好了 一次震動 即是由平衡位置開始 去到最高 去到最低 這樣叫做一次 好了 完成一次完整震動 所需要的時間 這樣叫做周期 例如我們舉個例子 地球一天就轉一圈 完整一次 那就叫做周期 好了 地球圍著太陽轉 365天才一個圈 那麼地球圍著太陽的一周 就一連 好 現在一樣的 一粒粒子 由這裡這樣 完成一次完整動作 所需要的時間 他的單位呢 是5秒 好了 那如果 如果 如果和這個 好 如果和這個周期 很有關係的 然後那個叫做 頻錄 頻錄 好 頻錄呢 就是 一 反過來 我給你一秒 你可以完成多少次動作呢 如果完成一次 那就一 完成兩次 那就二 如果只有半次 半次 就是0.5 可以有少數的 好 頻率的符號 我們用這個 世界F 去代表 而單位 我們叫做Herts Herts 好 其實就是 你可以說是 S-1次方 不過沒有什麼人敢寫的 我們都常都是 這個大街H 細街Z 這樣寫的 好 那符號 1秒內 1秒內 有多少次 好 都是和時間有關的 所以 周期和頻率 他們有個關係 就是F 等於1 over T 或者 如果T做主項 就是T等於1 over F 好了 接著 一個波 波長 波長 我們就是Lambda OK Lambda 波長 就是 在波裡面 我們選 最近兩點 做相同的事 最近兩點 做相同的事 那個長度 就是波長 單位 就是 米 符號 是Lambda 好 兩點 有什麼特徵呢 這兩點 他們的運動上 狀態是相同的 即是做相同的事 另外這兩點 做相同的事的這兩點 他們之間 距離最短的了 即是說 在兩點之間 沒有另外一點都做相同的事 最簡單的方法 很簡單的 我們就找波峰去波峰的長度 或者波谷去波谷的長度 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好了 至於波速 波速 我們用V 好了 跟速度一樣 就是每秒走到幾多米 一秒走到幾長距離 即是說 波比一秒時間 可以傳播到幾多距離 這是速度 所以單位就是 ms-1次方 ms-1次方 好了 我們就說 有方程 方程就是 v等於f lambda v等於f lambda 好了 我們說 那五個符號 我叫你背的時候 是有次序的 就是 v f lambda ta vf lambda ta 因為為什麼這樣背呢 因為你一背就知道 頭三個符號 v等於f lambda 就已經是這一條公式 那你反正都背 你只要按著次序背 就已經可以背 這條公式 那是非常之方便的 好 那再一個總結 就是 而頻率 跟這個周期 就是f等於1 over t 那你記住 五個符號 兩條公式 好 還有第三條公式的 都是關於速度 那這個就是 s over t 咦? 所屬面 跟力那個很相似 v呢 就是波速 s 就是給你一秒 或者給你一個時段 這個s 這個波可以傳播到幾遠 好 那記住 五個符號 三條公式